如果你覺得這樣真的比較難 對不對 你就從這裡 有沒有從範本新增 按一下 左上角那裡 按一個 有沒有九個房子給你選 自己挑一個你喜歡的 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些房子呢 它為了方便你設計 所以它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色塊 有沒有發現 所以比如說你要瓦 烏瓦 你就要自己換一下那個烏瓦的感覺 它現在只用單色而已 用單色 你可以自己挑 萬一這九間沒有你要的怎麼辦 你就按更多範例啊 它就會帶你到我們剛剛的官方網站上 官方網站上那個 剛剛我們看的那一邊 另外那裡也可以下載 現在它用預設的這個 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看一下 沒關係 IE這邊還在跑 所以呢 我先選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從這邊對不對 所以不會從無開始 沒關係 你就挑 看你要一樓還是有這種有地下室的 你就挑一個自己來蓋位吧 對吧 人家TV也要列馬 看喜歡的 喜歡我就買 那你就這樣這樣把它選擇翻譯 它會有另外一個打開 我們使用3D呢可以開一個也可以開兩個也可以看三個 只要你電腦跑不動的話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而且還不只一樓 有兩樓還有屋頂 這樣有看到齁 那你就可以看看你們家哪一樓缺什麼 自己再來擺進來 把別人家改一改也可以啊 這樣就比較快了齁 好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動動是不是就可以改了 欸 那剛剛這邊呢 出來了 如果呢 你是到畫廊上的 你就看哪一個是你要的 好 如果這一個你要 你就按一下這個 它的專案檔的名稱就是叫做 SH3D 好 專案檔名稱 SH3D 所以假設你要這一間你就按下去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待會呢 就可以用我們使用3D把它打開 好 您如果下載好了 我們可以回到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用安裝的 所以您必須要從這邊開啟就來 去找到剛剛那個檔案 這樣就可以 好 來 換給老師囉 看你知道白手起架還是要 哈哈哈哈 還是要挑自己喜歡的 都沒有關係齁